哈喽大家好 我是刀圈里的小学生 镇远航 今天咱们给大家介绍一只疯狗大尺寸的高性价比的玩具 非常非常的实惠的一款 这把刀它是一个疯狗的老刀 这把大概是在2000年生产的 在其他品牌来说 这可能是一个缺点 因为东西太老了 太老了那怎么行呢 但是在疯狗的话 有可能还算一个优点 因为现在有人说疯狗的话 老疯狗好 新疯狗不好 这个观点挺有意思的 也不知道是对是错 反正大家玩自己玩得高兴 玩得愉快就好了 这款它的名字叫亚利桑那2000 亚利桑那2000 它是一个造型非常适合日常的切割 以及劈砍的刀 它整体的设计比较简单 你可以看到整个刀片又宽大又修长 对了说到它修长 继续聊它的性价比就是来自于它的尺寸比较大 可以看到这是一个9寸的作品 一般疯狗这个7寸的ATAK就要2万多 这9寸的话价格是一样的 所以这个性价比非常非常的高 是这么一个东西 OK我们继续来看 这把刀它是一个VVTR的一个烧刃 VVTR的烧刃 不是特别明显 然后镜面的刀片打磨 疯狗的所有的刀都是镜片 刀码镜片的刀刃打磨 这边 双侧的刀刃都是镜面的 黑色的即时手柄 很多人都在说 就是不喜欢疯狗的人都说 这个疯狗的东西要设计没设计 要外观没外观 要做工没做工 要配置又没配置 这破玩意儿怎么就卖那么贵呢 人傻钱多 人傻钱多 这个其实有点这个 以偏概全 它确实是看起来 比较低调 它的做工也确实是稍微差一点 它的用料呢 确实也是稍微差一点 但是用料它稍微差一点 它性能可是当年妥妥的拿到了第一 疯狗跟30多个专业的厂商 来进行这个比赛 它能够拿到第一 这个东西它肯定是很厉害的 凯文本人他也是这个火箭工程师 咱们对吧 说实话在网上 老是键盘侠 兜兜兜兜的人们 估计没有凯文这么厉害的经理啊 估计没有火箭工程师会这么闲 去网上骂人 再一个 说完他的这个性能和当年的荣誉啊 当年荣誉都都归风里了 这都是当年的事了 好汉不提当年有 但是咱们说他的手柄啊 封狗的手柄秒杀一切 这个不是我说的啊 是我好几个客户说的 封狗的手柄秒杀一切 当你拿到这个东西的时候 你把它握在手里的时候 那种感觉 nice 太棒了 特别特别饱满 特别特别磁石 它这个手柄的材质是基石 也是最普通的材质 但是他在最普通的材质上面做出了最棒的手感 最棒的手感 整把刀你握到起来 你不感觉它是一把刀 而感觉它像是一块 一整块的陶瓷一样 陶瓷那种 特别硬那种感觉啊 特别瓷石 特别有安全感那种感觉 你就感觉这东西怎么在你手里 它都用不坏的那种 安全感吧 我觉得男人他需要的就是安全感 可能不是需要那些花里胡哨 而是需要稳定的东西 疯狗就是完美的稳定的 可靠的工具 没啥可说的啊 对它翘 它翘做的做工也是比较差的 但挺有设计的样子 就全世界只有疯狗这么做 它把它翘下边窝一下 下面有个竖腿 然后再上来 这样子的 做的挺有特色 但是做的是比较一般 包括疯狗的卯钉 也是比较有特色的 别的品牌 你没有见过这么做的 OK 这期亚利桑那2000 就到这里啊 很少见的一个型号